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期,国内多个景区引发了游客对于景区交通方式的吐槽。 许多景区将游客集散中心与大门拉开一定距离,要进入景区,乘坐百度车几乎成为必选项。 对此,景区方面表示是为了方便游客和保障行人安全,但一些游客认为景区改一大门位置不是出于服务考量,而是为了增加交通成本和盈利。 旅游专家建议景区应放开交通,增加内部消费点,提供低价或免费公共交通。 有些景区已开始尝试取消观光车收费的做法,你会选择乘坐景区百度车吗?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